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又是一天 这都是水管的这些装备 昨天放在这弄了一半以后呢 我就没弄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一种心态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就是每到一个工序或者遇到转换工序的时候 我就害怕 就有点想犯那种拖延症 就不想往下走的那种过程 最近开始做木工的时候也是的 就是刚刚要准备做木工啊 就一直在拖拖拖或者一直就觉得心里内心就是抗拒的 就总觉得内部很难拍 然后现在不是要做那个水管吗 做水管啥的 我就又又就又开始这种心里又又蹦出来了 我不知道这种心态心态正不正常啊 做木工的时候最近开始我也是害怕 但是做的过程中呢 我就发现我喜欢上做木工了 我还曾经 这两天一直在想我要不买一套这个木工的工具 哪怕木工已经快结束了 我想买一套 现在改水工了吧 我又害怕了 就又想等一等吧 要不等明天吧 要不等等后天吧 这种类型的想法就比较 不知道为什么 有病啊 有病 今天看到了吧 今天武汉的天气变天了 虽然 虽然是个晴天 但是风特别大 特别特别大 所以昨天幸亏把油漆给做完了 要不你想今天这么大的风 我要在户外去喷漆 那喷完了 但外面就一层的灰 那就不用想了 然后给大家现在看看 给大家看看现在 木工 木工收尾一个情况 我已经把漆板全部做好 装上去了 这个面就非常的光滑 看看这个光泽度 而且这只是 上了两到漆的一个效果 所以喷漆 就真的比手刷要好很多 你看 很光泽吧 光泽都看得到 能不能照镜子啊 那种感觉 它和手刷不一样 手刷 你看 这是手刷的效果 其实是一样的漆 都是一样的 都是水行漆 但是你看 这是麻麻点点的 那那那那那 所以喷漆真的还是蛮好的 这装好了 这边 这边还有白的 这这看 这有一个白点点 这个白点点可能是 有灰造成的 所以今天要是大的风的话 那这个漆面就绝对不会那么光 光了 那就是麻子了 就变成麻子了 你看 哎呀 这些效果 这个柜子我也装上去了 抽屉 而且这边没有封边 没有用那个封边条 因为我找不到颜色一致的 这个封边条 所以我当时用油漆呢 直接就喷涂上去 还好看不出来啊 就这样 还省了一道 包边的钱 这个 你看 这下面透气 透气口好看吧 配这个黑色的很好看 它有两种颜色 一个是不锈钢的 一个是黑的 我觉得黑的好看 黑的有逼格 所以我就上了黑的 这一块 这一块要包个扁 这个白的 需要包扁 哎 然后 这应该是这样一个效果了 今天想法呢 这是第三道了吧 这个漆面只用上两道就算了 但是这个 这个还是准备上三道 因为明显感觉现在是上了两道以后啊 它和之前 完全不一样 不说上面有这种油 油膜的这种感觉吧 我目前还没有 目前没有那种油膜的感觉 但是 感觉摸的特别舒服 这种 石墨的那种感觉摸的 特别特别的舒服 所以今天用细沙子还是要打一打 每次上完油 干24小时以后 上面都有一点毛刺 我觉得那种毛刺可能就是灰 还是啥的 摸上去都有毛糙糙的感觉 然后你用沙子 轻轻一打就非常非常的光滑 所以今天上三道或者多上一道 上四道 我觉得上的越多 木辣油上的越多 这个防水啊 可能是效果会更好一些 对不对 就这样咯 然后今天还有个任务 哎呦我怎么每次蹲下去都是响声 这个 这个是我装的下面 垫高的装柜子的标准尺 今天把这个柜子的柜门 这个是和之前的 抽拉的柜面不一样 这个选择的是这种装荷叶的这种 开启的这种 在这 这个板子 这个板子这样装上去 这 装好以后应该就算这个柜子就结束了 做完以后呢 还是要把这个水管啊 接着往下做 虽然我现在内心呢是有点抗拒的 但往往就是这样的 你 咬着牙 硬着头皮往前面去走 它还是 你就会享受这个改造的过程嘛 虽然我每次改 改工序的时候 改工序的时候 我就有这种内心就有点抗拒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 就觉得这些东西我都没接触过嘛 就很难 我就觉得 就觉得难 说实话就是难 然后就不想去去做 就是 就是这种想法 这种内心想法 害怕 担心 动脑筋 就觉得 累 是的 因为外面起风 我把车后门已经关掉了 这样 不会让灰吹到室内 免得在户外 到时候这里油一打 上面又是一层灰 对了 还有发现我这一套衣服怎么样 啊 刚刚到错 刚刚到的 那个 黄色的 一身黄的 那个买不到 就买个绿色的 嘿嘿嘿 还不错吧 工作服 这以后就是我的工作服了 这油漆工干完了 哎 才有了自己的工作服 嘿嘿 哎 好嘞 闲话不多说 开弄开弄 哎 这个不用戴面罩吧 这个应该不用戴面罩 这个还是用 600目的这个杀子打一下 轻轻打一下就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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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橱柜下面的这个门要装靠联 这个玩意儿 35毫米的这个 这个孔位还蛮难装的 老师傅啥的都可能比较清楚 像我那种新手 所以我就需要工具 嘿嘿 就有这种 叫什么事啊 叫什么 叫啥玩意儿 就是那种工具直接照上打就行了 那种傻瓜 傻瓜的 工具支持越买越多呀 工具越买越多 不过这个木工真的是需要工具 工具好的话都省很多事儿了 一定要一次成功啊 兄弟 技术不幸 工具臭 啊 对 好 这样推进去 卡住了 然后就往下转就行了 把它转到位就OK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第一个 哇 嘿嘿嘿 变成功了 这 孔位 百分之百正确 这上螺丝就行了 然后这边一个以此类推 很简单的 上螺丝 哎 螺丝 变成功 嘿嘿 装好啦 嘿嘿嘿 怎么样 这个边 看看这个边 这个边是平的 然后下面的缝隙也是平的 当然了 我是用上拉板垫在下面的 所以它肯定是平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缝隙 来 看看 看看 这样看算了 这缝隙 缝隙 哎 对不对 哎 完美 哈哈 哎 就这样的 嘿嘿 其实还蛮简单的 只要装好以后调整这个 这个螺丝它就可以前后左右的调整间隙了 然后下面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还是蛮简单的 这个柜子 这样呢 你只要拧一拧啊 它就可以 哎 就是什么 左右去啊那种 然后这个间隙就可以控制得很好 这个间隙可以控制得很好 好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一个装的好玩 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也没看到 我没有看到哪个是这样装的 嗯 哎呀 又往没什么 你看 一般在汽车行驶过程中 如果发生颠簸的状况下 像这种柜子啊 它会打开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会装一些锁扣啊 或者其他的什么方式把它防止这个柜子打开 你看 这个下面是冰箱 冰箱是很重的 它如果要是打开的话 嗯 就挺麻烦的 是吧 本来就很重 但是现在 你看 我装了一个东西比较好玩 那现在打不开了啊 怎么都打不开 怎么都打不开 我告诉你 你把这个柜子拆了 那个开关都开不了 这个开关 呃 说是可以承载150公斤的拉力 这个锁 它都不会坏 来 这个我必须要把上面的拆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因为现在还没装好 哎 这个真的 你除了这一家 你找不到第二家了 啊 有没有这样装的啊 然后把那个 叫什么 把豆腐盘起来揉价钱 哎哎哎哎哎哎 先把这个拆了啊 拆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一顿路开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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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装了一个开关 然后这个开关 还是垫子的 直接锁住了 看见没有这个 角度低一点啊 这个锁扣 这个锁扣可以承载150公斤的拉力啊 除非把这个螺丝给拧破了 这个柜子才能打开 然后呢 这后面是一个12伏的电线 我准备这个线接到以后 这个地方开个洞 哎 这里 开个洞 装一个触摸开关 你按一下 这个门就开了 你不按就开不了 比如说现在啊 现在没有通电 但是呢 可以手动打开 我们现在试一下 这样的 这里有个开关啊 这里 按一下 哎 看到没 它就 它就开了 你就可以拿东西啊 啥的 然后再锁上去 哎 这再也开不了了 这再也开不了了 我们家冰箱上面有个忍字 特别大的忍字 很多人问那个忍是干嘛的 谁写的 那个人是我们家小子写的 他是为了 提醒自己 就每次开冰箱的时候呢 控制自己 节食啊或者什么的 哎 你看我这个多好 直接上锁 我不告诉他 他就开不了 我不告诉任何人 这是个触碰的 别人怎么开 开不了 对不对 哎 这里参观看 你按一下 它就 比如说这里 按开关 按一下 哎 哎 这样才能开 其实这个锁呢 它是用在 比如说我们这个 嗯 小区取快递的那个柜子 你每次输到 那个取款的那个码 你输进去 他那边给他一个信号 那个柜门就咚 开了 知道不 就是这个 我 我就买了这个 但是其实也不贵 十几块钱 听声音 和你们取快递的声音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 就这玩意 嗯 后面接个电 啊 接个12伏的这个 后面有电吗 12伏的 接个触碰开关 就完美了 哎 哎 声音听了多有意思 啊 别人想偷我的 冰箱里面的食物是偷不到的 哎 现在有个问题啊 我再没有一个人商量 哎 我也不知道 比如说这个把手啊 装上去以后 你说它有两种装法 第一个呢 是这样的装法 这样啊 然后还有种方法是这样子的 打一个裸孔的 然后这样做 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就这样的 哎 这样 这个是这样 看得清楚吗 放大一点 哎 怎么我人放大了 这个不放大呢 嗯 这个呢 我要打两个孔 这个呢 我只用打一个孔 然后 还起 哎 对对 就是这样的 就少打一个工序 对吧 哎呀 很纠结啊 来来来看一下看一下 放这儿好吧 这样 这样 哎 冷住了 换一个 感觉好像横着好看一些啊 是不是 朋友们一起参与一下 你们觉得哪一个好看 是这样横着的好看 还是这样竖着的 好看好吧 一起参与一下 和 朋友们一起参与啊 这个房车的改造到最后 也有你们的参与权 好吧 就留给 留给你们了 留给你们了 帮我 参谋参谋 出出主意 到底到底该怎么装 一起参与 那我就先不装 好吧 等到大家结果以后 我再装这个 OK 说话算话 要么我等 要么视频结束以后 我来一个投票 好吧 视频结束以后来个投票 我又需要大家的帮助 我又需要大家的帮助 我发现我这个 只要遇到问题就问 问观众 刚才那个 那个帅哥 刚才就跟我说 你搞了几个月了 我说我搞了快三个月了 我说我一个人嘛 你搞三个月没办法呀 有的不懂 我可能就需要停下来 搞懂了以后才能往下面走 他说你去拍抖音呀 你拍抖音的时候 抖音里面不是很多人留言吗 别人有时候可以给你帮助啊啥的 就那个大哥呢 就那个 就那个 大哥哥 人呢 在这里 哈哈 然后我说 呃 我的抖音没观众啊 所以没办法 但是哎 我有油管的观众是不是 油管里面有神人 所以我今天再跟 说一下我的水路 然后后面说 可能需要有什么帮忙的哈 嗯来 这是我的水桶 我大概应该就是这样接了 本来呢是准备接到这边的 但是刚才看了一下 水桶装这边的话 我的要牵个水管要到 那个地方去吧 好像你如果从这边走的话 到时候会影响我后期这边装一个推拉的一个 设计 就不行 那我要从中间走呢 那其实也可以从那个床的那个 就是这个床板嘛 从床板的这个方向走过来 其实也可以的啊 我也可以的 呃 反正这个也是 观众可以给我的一个建议 因为为什么装这边呢 是因为啊这边电池柜子什么的 然后这个装上装上水的话也有接近90斤 所以装这边的话就可以 来到一个重量的一个平衡吧 车上面的重量的一个 均衡 分配 这个问题啊 反正刚才我没想明白 我就又把它摆这边来了 摆这边的想法呢就是这样子的 这边是个进水管 这边是个进水口 然后这边下面是出水管 这边有一个阀 到时候不用的话我就可以把它关掉 对不对 要开的话就打开 然后它是个六分的 六分我接了一个六转四的 然后这边 又一个 四转三的 三是这是一个三分的 呃 饮水机的一个水管 它也是可以耐高温的 然后接过来 接到 然后 这个 接到这里 接到这里经过一个滤水器 进到我的臭水泵 然后再过来 这个蓄水罐 这可以持续为我的水有个平稳的一个输出 然后这边再出出来有三个出入 一个呢 一个是直接接到 这个 水管 一个水管接到 这个 电热器的 冷水口 然后这边出热水嘛 是吧 这是这是一路 然后 这第二路 第二路过去 直接接到 洗水盆上面的冷水 冷水管 这是二路 然后 这还有个三路 三路我是想 接到这边 接到后面 有一个 水枪啊 可以 就是 车尾 的一个用水状况 接到那边去 接到后面 这就是我的一个水路设计吧 其实也蛮简单的 我现在有个问题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像这边的连接啊 我装这个泵的时候 它都没有 缠那个 生胶带 生胶带呢 生胶带呢 生胶带 对就是这样子的生胶带 哎呀 缠这个生胶带 因为它说它的 设计上挺好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今天 装了一个 史密斯的电热器 我看那个操作工 它也是没有 安装 安装生胶带 我就问它为什么 它说 只要有 电圈的就不用 装生胶带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里面是有 电圈的 有电圈它就和这个 连接的非常好 它就 不容易漏水 如果你缠了生胶带呢 如果藏厚了 因为厚不不分嘛 藏厚的话 它这个电圈 压不到这个口 压不到这个口呢 反而更容易漏水 所以只要有生胶 只要有电圈的 就不上生胶带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呢 对不对啊 所以需要 广大的观众朋友 给我一个意见 所以 如果按它这个逻辑的话 这都有 都有电圈 这一个 两个 三个 都有电圈 你看这个也是有电圈的 所以我也没有缠生胶带 也没有缠生胶带 但是上得很紧 所以问题来了 就是说 这个到底需不需要缠生胶带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水桶 需不需要装这边 然后水管从床边走 或者床板下面走 走过去 朋友们还有这个问题啊 这个把手啊 把手到底怎么装 也给我意见 好了 就这样了 今天 今天就结束了 明天这个上最后一道油就 桌子这一块就全部结束了 水管我觉得挺快的 水管能够很快的解决问题 这都不是大事 OK 就这样了 拜拜了 今天问题很多 不好意思 抱歉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